优优独播剧场——YoYo 听得吉利尔有点无语 男主解释想要享受过程 不光看现象的表面 而是透过细心探究 再将构成术式的每一个细节理解明白 然后将其中谜题化解 并且在不断的细品后 就可以在术式的笔端 窥见先者的面孔 所以他才不会对学习魔法而感到厌恶 突然男主对自己刚才的讲话 有些害羞急忙插开话题 准备测试一下神圣魔法 问吉利尔光武是不是神圣魔术 吉利尔表示是的 光武会随施法者的不同 而改变外形 让男主试试制造剑 吉利尔之前在想 男主来天界学习神圣魔法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是听过他刚才的一番言语后 没想到竟然如此的纯真无邪 单纯就是想学 有点理解古力墨 一直跟随男主的理由 古力墨傲娇才不是 只是有一天要占据他的肉体 男主先是做一把七支剑 吉利尔穿过手心的一层皮 感受到这个少年的毫不虚假 纯真无垢 天使一样的专一 就像那一位 曾经他认可的那一位一样 一个一个深挖探寻 这会儿男主的七支刀 变成了异形的触手一样扩展 吉利尔一边呆呆看着男主 变触手庞大的异形 一边沉浸回忆感叹 哎呀 作为神之石的咱 差点忘记 不是须有其表的 自己也是这个少年的 内心的那个深处 突然脑子短路呆住了 眼前那个不知道 怎么形容的大前子大触手 铁骨隆隆的庞大身边异形 就是男主的光骨 吉利尔和古力墨都瞠目傻笑 一节节由神圣魔法 构建而成的骨架正在逐渐成形 不多时便已长成了旁人巨物 天界那高耸入云的钟楼 也不值一提 这俩早已从先前惊讶 转为了惊恐 男主光骨的不断展开 最后碰到碎原臂 碎原臂在他面前也脆如玻璃 在接触的瞬间破碎瓦解 神明制定的制高法则 在他面前也毫无作为 天界也因为他的出现 一点点崩坏 眼前这恐怖的幕 瞬间让俩屎魔 俨然见鬼画风 古丽莫急往叫停 男主 雅美蝶 这个雅美蝶 这叫哪门子的光武 不是说剑吗 这哪里是剑啊 巴嘎巴嘎 雅达雅达 罗伊德大人好怕怕 男主依然哇哭哇哭 想让古丽莫也好好看看 转头发现 哎呀你咋变瘦了 古丽莫无语 这时候还说什么呢 男主小失望 表示才展开一半了 这句话让吉利尔目瞪口呆 虽然光武会随着 使用者的魔力和性质 进行改变形状 但是眼前这玩意 无论是尺寸还是造型 都太离谱 不过仔细观察后 又觉得他的光武 如同大天使的八对翅膀 散发着神圣感 古丽莫听完后惊呼道 你脑子没问题吧 明明超过八对了 眼前这怪物 怎么看出神圣感 吉利尔不理他 觉得是天命 让他俩相遇 少年不 罗伊德大人 请让我陪伴左右 古丽莫那叫一个嫌弃 乌鲁 别来呀 与此同时 巴比伦来到了 教堂的一处花园 演员闻到 异样臭味 判断这是血肉腐烂之后 产生的异味 虽然有人想用 玫瑰的香气将其掩盖 虽然不想打草惊蛇 引火上身 但这也有可能是男主 在寻找神圣魔法的线索 姑且调查一番 突然一个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你是迷路了吗 一个陌生老绅士 突然闪现 巴比伦丝毫没有察觉 对方表示 这里的教会可是很大的 让我来为你带路吧 这篇请吧 如果是来听演奏会的话 会场可是在另外一边 我来为你带路吧 巴比伦表示 他喜欢玫瑰 想多看看 对方表示 如此难得的演唱会 还是去听一下的好 巴比伦反问 那你为何不去听一下呢 对方微笑回答 因为自己是神父 神父的职责是 引导迷路的客人 引导信徒 巴比伦无语 神父还坚持做向导 神父苦笑道 其实神父的职责也差不多 即使是常年信奉神明的他 还是会迷路 巴比伦吐槽道 你不适合干这工作 亏你刚才还敢说 为我指明道路 没带十字架 也是粗心大意吗 神志源必须要佩戴的 就算我这个出入教会的新人 也是如此要求的 神父听完后 阴沉着脸说道 自己还真是老糊涂了 随手拿出十字架 入无奇事带上 边带边说 真是不应该 偶尔会忘记 但你也是的 既然同样是神志源 不要触犯禁忌 这篇庭院是神圣的场所 不可以随便进出 巴比伦表示不好意思 自己心人一眉 不懂规矩 突然传来了狗叫声 连骑着小白 出来寻找巴比伦 在看见他俩的瞬间 小白察觉到了 一丝危险的气息 在本能的趋势下 开始不停低吼 巴比伦吐槽神父 还真是前扯 想必每天都有擦拭吧 或者说 你可能连带都没带过 对于常年信奉神明的你来说 十字架未免 也叹一尘不染 神父明显看 就表示还好了 然后看着发抖的小白 吐槽这旺仔 也是好漂亮的毛发 是一条被细心照料的乖狗狗 就在他俩即将动手之际 学成归来的男主从天而降 乌云中透露出一道金光 男主好奇大伙都出来了 男主和神父擦身而过 明暗分明 表情里透着妥妥的浮现 随后男主便来到了同伴身边 小白冲上去一波狂舔 看见他平安归来 巴比伦也收起了锋芒 男主将一坨大云赠雨连后 便带着众人往教堂里走 而男主手掌上的吉利尔 在看见神父的背影后 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演奏会已经结束了 一下询问男主姐姐们的演奏怎么样 男主想都没想便开口 这张演奏从头到尾都是斯巴拉西 萨利亚直接生气 一下解释就是因为雷声而终止了 这下尴尬了 男主表示就是啊 终止的决定是斯巴拉西 而就在此时 吉利尔以极快的速度 离开了男主的手 在落地的瞬间 他的肉体已塑造完成 无数鲜花也随着他的降临而绽放 仅仅是一瞬间 他便完成了这一套行为流水的动作 速度之快 就连男主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一边地上鲜花 一边嘴里念叨 女神啊 总算让我见到你们了 不单单是一下和萨利亚 就连一旁的莲 称她是可人 黑皮美少女 未发光的原石 地上世界斯巴拉西 不停哈哈喘气 十足一个变态舔狗 就连小白都能被他恶心到 条件反射一拳给他打飞 男主让大家放心 色胚子已经被小白收拾掉了 同时提醒姐姐们要多加小心 毕竟他俩现在可是大红人 可一下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时巴比伦很客气地问他 教会后面庭院是教会的神圣场所吗 一下让他不用客气 咱后那个土地是各位信徒 用来埋葬宠物的地方 巴比伦想了一下再次询问 是否见过一个很高的神父 因为今天的演奏会 有很多教会支部的神职人员来捧场 男主问巴比伦这是怎么了 巴比伦说没啥 心想暗杀者的职业病又犯了 凡事都喜欢往血腥案件上关联 一切都没问题 神父也好 俯臭也罢 演奏会也无事发生 但是心中还是放不下 就在这时 男主秀苗淡写表示 我辞职不干信徒了 把神父直接整痴呆 巴比伦看男主达到了目的 教会会咋样啥的 才跟偶没有半点关系 然后后面传来叫喊声 一下满脸笑容 感谢他白天相救 雷宇还在继续 刚才那个高阁神父 正用脚反复踩他十字架 他自言自语道 应该把这东西弄得更脏点才行吗 毕竟这是新火 自己的十字架 之前就不知道弄丢到哪里去了 这可不太行 对信仰太不感冒 他脚边的石板产生了异样 神父表示 没必要去追 但是增强这里的戒备 不想被人碍事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画面一转 罗德斯特众人一脸问号 男主介绍 这是教你们神神魔术的 天使吉利尔 吉利尔算是明白了 那个咪咪演演的 还要让咱和这仨协约 男主表示 研究神神魔法 人多分工效率高 大家也想要对魔人的对策 吉利尔一脸嫌弃 非得跟这些看起来 非常蠢的人 签订契约不可 男主本来已经够蠢的了 唯一的女的 也是年龄超标 深表遗憾的说 完后被三人一顿抱踹 气得他大叫蠢货 而三人对什么神明天使 早就积怨已久 这次总算是如愿以偿 狠狠出气了 此时男主看着吉利尔 现在这副模样 有点招人眼了 让他像古丽莫一样 变得小一些 吉利尔一脸嫌弃 让偶变成这种小痘丁模样 古丽莫让他少废话嘛 赶紧变身 难不成是因为那个啥 你小子其实是的 连简单行变都无法做到的菜机 吉利尔一听 说什么呢 笨蛋魔人 擦亮眼睛好好见识一下 魔人永远也写不来的变身 天使足 华丽 变变变 然后变成一只鸟 怎么样 罗伊德大人 这个超级萌的咱 是不是都忍不住 想上来抱一下 如果是罗伊德大人的话 特别许可抱抱 然后男主只是嗯了一声 便开始催促 吉利尔赶紧契约 不多时 三人便已经完成了契约 施展出自己的专手光武 形状各异 文字虽然看不懂 却能理解 男主让吉利尔将他们使用 神圣魔术时跟他们一样 不需要仪式便可以施展 这让吉利尔有点为难了 男主让他放心 他们三人绝对不会将神圣魔术 用在邪门歪道上 关于这点他敢做担保 吉利尔还是嫌弃抱怨 虽然才不想听到这三人的歌声 就算男主是特别存在 靠刷脸通便可以使用 神圣魔术什么的 以前也只有过一人而已 古利尔突然询问 一下在演奏时 使用的那个也是神圣魔术吧 吉利尔表示 神圣魔法大体上 可以分为两种性质 一种是具现体系 像这个光武 另一种则是进化系 将复伤之人 以及心术不正者 所含的种种负面因素 全部反转的特性 大伙对此没啥概念 塔利亚便向加加利亚 施展了进化系魔术 微光强光闪过后 光头除了感觉自己肩膀的酸痛 有稍微缓解外 再无其他事发生 一旁的吉利尔解释道 进化系魔法 如果用在与负面因素 无缘的人身上 不会有什么显著的效果 没想到这个傻蛋的心灵 还挺干净的 男主因无法看见 纯净的光头 而感到小失望 这时 吉利尔吐槽 拿古利莫做进化魔术实验 古利莫汉颜 正面吃上男主大人的进化 那岂不是瞬间就成灰了 确实 进化对于不死族 跟灵体还有魔人来说 是毫无条件特效攻击 男主似乎有点在意不死者 这时 有人敲门进来 居然是之前两个混混 看到男主顿了一下 然后大叫 这不是在教会的小鬼 原来不是做梦 原来这俩活宝 是这里的子民 伴男主所赐 两人吃尽苦头才回来 真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对他们口中的老大 光头加利亚大喊 干掉这个臭小鬼 然后光头虽然不知道啥情况 需要用他的一根手指 更换他的命 男主赶紧连呼 助手助手助手 混混看傻眼了 罗伊德特以前的领主 非常的好战 这里大部分子民性格 都比较暴躁 好在可以单纯靠实力 让他们听话 混混越看越来气 老大你在干什么呢 你不是超勇猛的领主大人吗 塔利亚大姐和库洛大哥 也是对这种小崽子 怕个毛线 这下光头直接傍怒 让他们赶紧把嘴闭上 男主可是要比他们 墙上计照备 而且最重要的是 是我们真正的老大和大恩人 然而早已被复仇 冲昏头脑的两人 已听不进去言语 攒起拳头就朝男主打去 老大不干我们干 受死吧 臭小 然后男主一个进化戏 微光 两人彻底超度 洗干净了 竟然为自己的无礼 而开始不停的道歉 众人惊呆了下巴 大胡这招也太挂逼了 已经到了人格崩坏级别 吉林尔表示 一般来说 不会有这么夸张效果 主要是男主太挂逼了 两人仍旧在对自己 过去所犯的错而忏悔 从小身边都是暴躁大人 虽然不能当借口 还说会尽快去教会 跟修女道歉 吉林尔一听修女 问一旁的古丽默 跟修女道歉什么回事 古丽默回到他俩之前 在教堂门口 袭击了依夏和萨利亚 而且还有亲密接触 这下彻底惹了 这鸟不淡定 哦哦什么派派 古丽默被他吓得一惊一炸 你不是偷窥到吗 他表示又不是24小时监控 只是在写约的时候 声音交谈而已 这俩臭东西 天猪死刑的说 古丽默死死拉住他 助手天猪罗伊的大人 已经下了 吉林尔抱怨 依夏真是一个倔强的姑娘 除了给他人治愈外 再就不愿使用神圣魔法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遇上危险 男主也深知依夏善良 吉林尔吐槽 就是这么个孩子 这谁古丽默问 巴比伦和莲 当时为啥没认出 两个家伙是自己人 塔利亚表示 巴比伦从不干涉领民 莲一直住在王宫里 也不知道这里的事 听到这里 这两个小弟瞬间不淡定了 也就是说那个 咪咪眼和小女仆 就是在背后支持大哥的 罗伊斯特四大天王中的 其他两位 塔利亚让他们住口 四大天王什么太射死了 男主觉得很逗 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小弟们觉得 既然男主大人比老大还要厉害 那么就是真老大 应该说是魔王大人 好了 今天暂时先讲到这里 欢迎留言讨教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订个月 随时关注我们 大幕欢迎你带来 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幕将给大家 带来更多精彩内容